感谢神,在过期的系列里面,我跟你讲到属灵的产业 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如何把一项一项的产业给了我们 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把不只是认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上帝也要再用各样的产业来债给我们 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 capable的 那今天我要跟你讲的主题是很难不惧 但是还没有跟你分享这个主题之前,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天有一位强盗破门而入到一届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呢,住了一对夫妇,然后呢,就这个强盗呢 就绑起他的夫妇,两夫妇绑起来 然后呢,就把家里所有贵重的东西 经营主宝都过,过上一空之后呢 然后那个强盗拿着箱指着那个女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那个女人很颤抖的,很害怕的 我跟她讲,我叫美玲 然后那个强盗说,算你走运,我妈也叫美玲 我不杀你 然后她就指着那个男人,她的丈夫说 用箱指着她说,很生气的说 说,你叫她名字 然后那个男人哭着眼泪 其实我也叫美玲 你明白意思吗 因为第一次她讲你叫美玲 她没有杀她 因为她强盗的妈妈也叫美玲 然后那个男人害怕,为了要逃过时节说 我也叫美玲 希望那个强盗,你把她杀掉 所以,害怕,兄弟妹 今天的主题是坦然不俊 如果,如果你还没有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 读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经文 读一段经文,很准的经文 从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 以后所书第三章十二节 Ephesians chapter 3 verses 12 to 20 以后所书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节 我用圣经耳本读给你们听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祂里面放党无据 独信无疑地来到神面前 因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灌难上党 这颜色你们的荣耀 十四节 因此我在父面前七夕 十五节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祂得名 十六节 求祂按着祂荣耀 豐富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十七节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记 能以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高长或高盛 十九节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人 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做祷告 天主我们感谢赞免你求主 你今天把我们一切的害怕 一切的惧怕 心中的惧怕 一切心中的怀疑 不安 不幸都挪掉 让我们谈谈能够谈谈真正 就好像今天的经文所讲的放胆无拘的 能够独心无意的来到什么面前 主啊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 吸收或者接收从你上面而来的版量 主我们感谢赞免你都知道 高峰耶稣的名 Amen 今天要跟你讲一个课题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 这是个很切身的问题 尽管人类已经踏进了科技尖端的时代 尽管我们已经坍缩了无数的领域了 尽管我们征服了月球 我们已经登上了月球了之后 但人类始终克服不了他们心里面的恐惧 恐惧是人类最难也是最克服不了的问题 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充满着不安和害怕 对还没有知道的事情 未知的失误 我们充满着弹簧和忐忑 对掌握不了的事物 更不用讲我们充满着没有安宁和稳定 有些人比如说有些人对黑暗很害怕 他很怕去看很暗的地方 有些人晚上不能关灯睡觉 因为他怕黑暗 因为他最怕 有些人对大自然很害怕 比如说一稍微的闪电打雷 他就很害怕 妈妈逃去找妈妈了 就是一种的害怕 有些人对那些蛇虫熟一样 有些怕蟑螂 怕神堂 种种这些一种的害怕 OK 但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看 诶 你的害怕又是什么呢 今天你的害怕又是什么呢 今天神都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胜真解 我们来看第一 刚才我们读的 在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因性就在他里面 泛胆无惧 这个泛胆无惧 在原文呢 叫做巴勒西耶 大家讲巴勒西耶 巴勒西耶 这巴勒西耶 不是过去的 以前你很厉害 在很勇敢的爬圣子上 那个是你以前的事情 但是啊 这里巴勒西耶的意思是 现在的 present day 就是现在仍然有的 所以以前做过什么东西 那已经是过去了 但是现在讲的 圣经讲的 我们因性耶稣基督啊 就在他里面 在那里里面 在主耶稣里面 可以泛胆无惧 可以巴勒西耶 就是说 这个巴勒西耶的意思就是 坦然无惧的信心 泛胆的 勇敢的 有把握的信心 会引起别人注意 或公开的行为 有吗 我们看自己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上帝的允许说 你可以拥有这个泛胆无惧的心 然后呢 这个泛胆无惧呢 也意味着没有惧怕呢 免于一切的恐惧 也不担心自己被拒绝 也就说 哎呀不知道一天我能不能上天堂呢 会不会耶稣不要我啊 这种的害怕 OK 他意味着免于一切拦阻祷告的意念 就是说 如果当你有泛胆无惧的时候 你可以任何时刻都能够祷告 能够相信神听你的祷告 神不因为你的好行为来听你祷告 神不因为你的 你的你的全身的祷告 来听你祷告 而是因为 上帝把那个坦胆无惧 这个泛胆无惧的方便里面 你可以随时来到父神面前 祝啊 祷告 祝一定是你祷告 那种的放心 那种的放心 OK 然后呢 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依靠信靠 是根据一件事情 就是借着基督自己 它是我们信心的根据 也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字叫做 独性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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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腊言文叫 Beoidesis 能懂吗 Beoidesis Beoidesis是说 十分完全的 信任 信心 信信 信赖 可靠 是完全没有一点的不怀疑 就是完全的相信 完全的依靠的意思 我们继续来看看 这种的信靠呢 不是凭着自己的生命 乃是基督将 就是乃是基督将我们 带到神的面前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 我们就不可能可以祷告了 我们就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了 然后呢有一句话 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学过 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上个礼拜 我跟讲过 Beoidesis 意思说是一个 Beoidesis是一个有一个通道 有通道可以接近 有有经过引导 或者路场圈 你可以路场进去里面 你可以进路场圈 你哪个 你凭着 你去看演唱会 一定要有路场圈 所以呢 这个佛罗沙狗圈 意思说 就有一种路程给你去 有个通道 你可以到上帝面前 靠着谁呢 圣经讲 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来到上帝面前来 然后呢 佛罗沙狗圈很好的 华语可能没有一个恰当的意思 可是在福建话啊 就有一个很恰当的意思 就是 有路 有路 有路可以走 有路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给我们这个 有路 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有些 有些字啊 在福建话是蛮有意思的 有些字 用中文来读 我就没有意思了 有路 有路来到上帝面前 然后 说受 然后他说 所以我求你们 不要因为我 我因你们所受的困难 善胆 这也是你们的荣耀 记得 兄弟妹 这本书呢 我曾经讲过 是保罗在建议里面写的 在这里 保罗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提醒大家说 不要因为他 坐监牢 而害怕 而善胆 而失望 我们看到 所以呢 反而呢 保罗说这是你们的荣耀 所以呢 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的concept和ideal 就是说 我们能够 如果我们有机会 能够为耶稣来受福 这些荣耀 哪怕是你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 什么 无风无浪 无尽无险的那就是很可怕的 你这一辈子就白过了 但是你经过很多的风浪 仍然你可以感谢神 因为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耶稣与你存在 我常常 我做任何东西 我觉得我在做 比如说在性感教会 我不觉得说我能够做什么 但是我相信 我敢犯胆 很相信 就是主啊 你在前头在做 如果你不来这里做 我来这里做什么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一直祷告 我一直祷告就是说 上帝啊 你叫你给我人 我从来没祷告 上帝叫上帝给我人 我说 上帝啊 你来前面做 你来我 在我前头来做工 如果你没人在这里做工 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做的都是白费的 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在我们同工 因为上帝不愿意的 教会是荒凉的 我真的我心很痛 我看到教会荒凉 好像以前我刚刚吹到 那个荒凉玛业的时候才23个人 23个人 这里还好了 我们固定还有活动的 Imagine聚会之后啊 下雨要拿雨伞 哪有教会去教会啊 教会聚会当中一半的时候 下到雨 下到雨要拿雨伞的 你们都没有经历到这样的情况 很荒凉 心都凉了 然后呢 那个椅子啊 不是这样的椅子是有 是有骨身的 但是啊 骨身的spring 跑出来的 女孩子不小心坐下去 那个裙子 YES 哎呀 裂了 这样 还有那个地啊 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Morsec 那个Morsec裂胎了 那雅各就知道了 那当时的教会 他有去过 那个Morsec就裂胎了 你不小心走 走平T-T-T 你会跌倒 然后呢 整个物质的那个夹构 那个竹子啊 是真白的 因为外面 以前 外面 如果你现在去Morsec裂 你看到什么都很漂亮 以前有一个红毛丹树的 奇怪 教会来的 中什么红毛 红毛丹树 在叫做 哦 因为中红毛丹树呢 就赢了很多的马 白蚁过了 所以整个教会的 那个洞梁啊 那个很 那个主要的柱子啊 都被白咬到 红了 那照片 你可以看到 甚至在整理以前的照片 就看得到 哇 他们在白羊的白白 白白胖胖 每一只 大大只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 建立教会 我也没想到 我们在短短的五年里面 努力在新港 在做红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今天的result 我们不止 能够复兴了新港的 所以 我们也开了很多的分坛 包括新港的家伙 也 也接管了 从梁牧师那边接管起来 放了不住了 我们就接管起来 然后 我相信 所以我会来 没有人来 问那几个牧师 都没有想 没有人想要来新港 我说我没有人来 我来了 我来了 死就死了 敢死对嘛 放胆无拘嘛 就来了 来到今天 我们从六个人开始 曾经到 有一次 我们现在 我们整个 Full Attentance 26个人的 其实是 有的已经去读大学了 是啊 准去读大学了 有的是搬家了 那个 有的已经是从北海的 也不来过来 也去母堂交 我们总共有的是 证明我有做工 我看到我指的 其实是 但是 渐渐的搬家搬家 出大学大学 假期 假期我们又回来 现状 成下十个人了 我们要努力工作了 你要跟牧师一起配合 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目标 每一个人不只信仰耶稣 上帝要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拯救灵魂 所以你要一起 一起成功 我们 看我们的文 能够为这间教会做什么 以后 如果 新港教会被建立起来 复兴起来 你们都是 跟上帝一起成功的 大功臣 你在天上 是有三四个成功 所以我一直鼓励你 你建立上帝的家 上帝就建立了家 我从来没有为我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或者求上帝求给吃我什么 但是 我每次 我都为上帝做工的时候 上帝满足我的需要 上帝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也不用祷告 上帝就给我的很多的 祝福我很多 所以我鼓励你建立上帝的家 上帝也建立你的家 所以呢 患难不是不好的 人很怕患难 人很怕苦 今天上帝是保罗说 不要怕患难 反而 不要因为这样而善难 因为反而 这是我们的荣耀 Next 我们看那些 因 气息 祷告 我们不 我们坦然无计 因为 因 气息 祷告 那 请记住 如果你过去的一系列的讲道 的那个 属灵场页里面来讲呢 这是保罗第一次 在伊佛所里面的第二次祷告 第一次他为 圣徒来祷告 叫你们有启示的灵 有智慧的灵 有大能大力的灵 然后就是为你们祷告 能够安息在主里面 还有 就是这系列 然后到这里 他又在第二次跪下来祷告 因此我在后面前祈福祷告 那 保罗在整个 整个 以佛所里面呢 总共有用了这个字 三次 因此 因此 就是说 因此就是之前的原因的理由 所以因此我祷告 所以呢 你看到因此这个字 在一章十五节 他用到因此 三章第一节 他也用到因此 从到这里 三章十四节 他也用到因此 所以看到 犯错人 也用到因此 就是说 就是表示说保罗 不管在怎么样情况 都可以成为保罗祷告的有因子 他都因此 殆尽祷告里面 对于不祷告的人呢 任何情况 都可以成为他不祷告的借口 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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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祷告 所以呢 保罗都是找机会 祷告 找机会来的 古代的仪太人呢 通常祷告是讲祷告 是站着祷告的 但是 有时也会跪下来祷告 特别是大患难 心灵极度不安的时候呢 祷告便跪下来祷告 表示很恭敬 表示很 事态很严重的时候 他们就跪下来祷告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谁呢 赶快打电话给doctor 打电话给lawyer 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的爸爸 打电话给我的妈妈 是吗 你遇到 遇到 你生命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谁呢 保罗的态度很明朗 保罗说 因此我欺在父面前欺欺跪下报告 他很清楚 他生命当中最重要 关键危险 危机来的时候 他懂得跪下来祷告 他懂得第一个帮助 不是从人来的帮助 第一个帮助应该求神来帮助他 所以他欺欺的祷告 这个欺欺呢 也代表着你很 极深的敬畏 极深的感谢 极深的谦卑 极深的祥福 当一个 当我们 这 我们这个人啊 真实体认到自己的渺小 不配 还有神恩典的浩道 全能的无限 荣耀的 从委 自然而然 我们就会有这种的心态 还跪下来祷告 也许有些人啊 外表上看 常常看他跪下来祷告 可是 他内心啊 是没有 没有跪下来 那 我不是 我不鼓励说 来教会 一定 一定说 不用跪下来祷告 因为穿的美美嘛 但是有时候你不方便嘛 有些人穿裙子 还什么啊 你很难跪嘛 我也明白 但是心态跪很重要 就算你没有跪到自己心态里面是 七夕跪拜 这比较重要 而 好过那些日外表做很虔诚 有点累那种 跪下来 可是心里面就也离上地了 哪个比较 比较重要 我觉得内心比较重要 OK 那个跪下来祷告 表里不义的敬拜啊 不能讨神的事业 这外表和里面的 不一样 是不能讨议 不一样的 七夕呢 是信徒啊 战争 犀利的兵器来的 魔鬼最怕 基督徒跪下来祷告 每一次 基督徒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他 魔鬼都说 惨的惨的 他们在祷告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曾经有讲过 可能你也忘记过的 你已经听过过了 再听一次 你知道吗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啊 所有的十二个门徒的 这个 这个什么 膝盖 膝盖的地方啊 都节俭了 细节俭了 细节俭了 为什么会节俭呢 因为他们长期会在祷告 祷告到他的膝盖 剩了一层丝皮 每一个人都这边从膝盖到下面到这里啊 都剩了一层很厚的皮 因为长期祷告 这就是他们祷告的口下 和祷告的见证 拿起你的脚起来看 你有节俭吗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很缺乏的 我是有节俭的 而不是我节俭 不是节俭在这里 我节在旁边 因为我常常跪的时候 我就跪太久很重嘛 我胖嘛 跪太久我就 我脚側一点点 我这边就很多的节俭 被撕皮层在那边 所以你要常常祷告 而且啊 我曾经有讲过 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的地方 你去参观 当时十个门徒 耶稣神殿之后 去那个房间 祷告的房间 叫马可楼房 有机会去旅行 去以色列旅行后 一定要去那个房间 你去那个房间 你去楼上他们祷告的地方来看 每一个地板 是木座的地板来的 这木座的地板 那些木板 那些木板 曾经有好几个地方 都是凹进去的 为什么凹进去的 为什么凹进去 他们会在祷告 祷告那个木板凹进去的 难怪今天的教会不复兴 应该缺乏了祷告 早期的教会那么复兴 他们常常祷告 他们祷告到那个木板凹进去 我说主啊 我要试试看 到底怎样凹进去 我祷告的久 我都没看到我的地板凹进去 他们真的是用力来祷告 祷告的 然后 这样东西我要告诉你们 很重要的 这个 所以 天上地下 各家 都从他得名 这个得名啊 这言文叫做 onome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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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命名的意思 所有被造 被创造的 所有被创造的东西 都是从创造主得名的 所有被生的 都是从生者得名的 从他得名的意思 也就是从他得福 的意思 同样意思 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名分 今天你是上帝儿子的名分 所以你就有蒙福 如果你不是上帝儿子 你不要讲祝福 你希望祝福吗 你有祝福在你生命当中 你必须是有名分 这个名分就是上帝的儿子 那 但是今天我要draw你 attention 要你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今天啊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人的都很讲名牌 很讲名 哇 你记得吧 哇 什么 我没有用名牌 很少用名牌 哇 那些 哇 都讲名 你知道你追求那些名牌 都是人的名牌 什么 LV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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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用 我不会知道怎么pronounce 就是LV的意思啊 这些都是人的名字啊 好不好笑啊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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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时候 真的是 我真的有这种很深感感受 我就跟你说 很多我们啊 我们没有自信到一程度啊 我们自己的名字都不用 用别的名字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才觉得自己有自信 哎 我穿LV啊 哎 我用固执的包 才觉得你是有standard的人 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名包 所谓的名牌 都是别人的名字 你知道吗 你要拿别人的名字 套在你自己的身上 才有 才能够觉得 哇 不一样的感觉 这一定很可怜的 所以我不追求名牌 不是因为什么 如果那名牌的管理很好 让我用我 我就会买 但不是因为这个名字 哎呀 我很喜欢LV的 我就拼命买 一系列LV的东西 这样的追求 所以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 然后呢 世界上都追求啊 最疯狂的 最名助力 可是啊 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啊 圣经告诉我们 天上 地上 各家 都是从他 得名的 onomeno 比如说呢 你在这个世界上啊 不管你有名字有多大 你的名字有多响亮 也只是过远云言而已 就是一个战子而已 你的名字不会带到天上的 因为呢 上帝做一件很讽刺的事 就是你回到天上的时候 上帝亲自给我每一个人 新的名字 是你和我都不知道的 我现在叫mike 回到天上 不再叫mike 叫的名字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说故事 那里 谁讲的那里有 我给你看圣经里面 启示论第二章 十七节说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拉赐给他 并吃他一块白石 石上有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能人认识 上帝说回到天堂 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你不再叫苏贞了 你不再叫韦伦 你不再叫伟伦 你也不叫巴尼德 你也不再叫杰利 你回到天堂的时候 上帝有给你 特别的名字 这名字是上帝定的给你 所以何必在世界上追求名利呢 追逐名呢 这名字是暂时在地上用吧 回到天堂 上帝有给你的名字 是呵护你的名字 是跟你的个性 跟你的整个人有关的 所以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今天Michael是一个 人家容易称呼我 巴尚Michael 巴尚Michael 这个胖胖的 大眼镜的这样的人 一个代号 但是名字呢 是上帝的 一天回到天堂的时候 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不要追求名利 不要追求名 在世界上的名 我恐怕 我最怕的是什么 你在世界上追求名利之后呢 回到天堂 你什么名字都没有 这才是什么 然后保罗祷告的特色是什么呢 保罗祷告的特色是绝对属灵的 他关切的是信徒的属灵的光景 而不是物质的享受 然后保罗祷告归下 具体祷告的是具体的 他祷告绝不是一个空话的祷告 而且 而是非常具体 有内涵 有内容的祷告 所以 尽如处理生活的难处的时候呢 这方式 并非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我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我要用step one do three 去解决不是的 而是先对付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 今天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要想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 是不是我的属灵生命有的问题 而不是找很多的方案来解决 一切的生活 习惯生命 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关 所以呢 基督要对付难处的方法 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抵抗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抵抗能力呢 讲什么都没有用 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point 因心里刚强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谈那东西 因为心里里面刚强 然后 我们来看几个就比较长一点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接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个丰盛的希腊言文叫做 Protos 意思说就是丰裕 充裕 忧裕 丰富的意思 就是说 神根据他丰富 荣耀和丰富 而作弓在我们身上 然后 叫我们心里面刚强 这个心里面 心里力量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心里力量的言文 这里心里并不是真的心里 而是 讲座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我们 这些能够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人 但是保罗说 里面的人要刚强 内心啊 内心的力量就是里面的人的意思 里面的人要刚强 刚强意思说 坚强啊 有能力啊 强健啊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不是人的做回来的 不是人要刚强就能刚强的 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今天有惧怕吗 正常的 因为从小到大 你被灌输的都是怕的 你看小孩子啊 天不怕地不怕的 他还不会走的时候 在地上爬着 他什么都敢做的 他什么叫高 什么叫低 他什么都敢做的 可是我们一 渐渐的长大 我们越来越怕 怕失败了 怕高了 怕低了 怕黑暗了 什么都怕 我们越来越怕 从小你问小孩子 你长大后要做什么 他们的职业很高的 要做罗业 要做doctor 要做太空人 要做什么 可是越来越 慢慢的长大的时候 好像我们的梦想 越来越渺小 要做什么 玩流产街 有饭吃就好了 想那么多 是吗 你看呢 从小 上帝被创造你出来的时候 你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蛮有力量 你是蛮有灯膏的 你是蛮有信心的 可是再来到这世界上 这世界没有给你好的东西 都是给你消极的 不能成功的 不能做的 你跟他们有好结果的 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吸收 你吸收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读报纸的 因为报纸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好消息的 报纸都是告诉坏消息的 偏偏人都是很坏的 人的特点就是喜欢听坏消息 不喜欢听好消息 那些不好的消息 有人听到了 我们讲到完 那个女孩怎么认识的 从十八路跳下来 那个叫阿灵 够住我个壁罢了 我们想讲的 不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就传着一传 一传再传十 一传十十传百 可是 上帝告诉我们有好消息 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恐惧 我们能够从那里能够得胜的 那今天我就要看到我们自己 愿意不愿意来的 然后第一个个字 我要你们注意的是 死基督因你们的心 住在你们心里面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记 这个住在 现在啊 在希腊言文叫做 Katoi Keo Katoi Keo就是 上帝愿意停留在你里面 上帝愿意完全的同在 完全的安顿下来 完全的住下定居在你里面 今天 耶稣基督有没有住在你心里面 我们怎么去查考耶稣有没有住在你心里面 有 有这样证明耶稣住在你心里面 有 圣经讲继续讲下去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记 一个 我们怎样知道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呢 爱心就是一个减据 基督教的信仰的爱心呢 不是为了要行善既得 换来天堂的一个理论 所以我们没有像慈祭 我们没有像那些佛教啊 一定要做好行善事 我们慈善 我们行善 我们去帮人家补席啊 做免费补席啊 不是因为我们要行善既得 我们做这些好事情 派你给人家 给人家有饭吃 不是因为要上天堂 我们基督教的整个信仰去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有耶稣住在我们 你有看见耶稣看见的 你有感动耶稣所感动的 不是因为要换天堂 所以你看那些其他的宗教都给你 概念的是要用条件就换你 你要用好心啊 用你的善心 用你的善心啊 就换来天堂 但是基督教天堂不是换来的 天堂是你要摆一摆领受 你不配上天堂的 你和我都不配上天堂 是耶稣实在是这样 叫你和我 能够摆一摆的 能够到上天堂 而上了天堂不是这么样而已 在这个世界上所活 过的每一天之子呢 我们必须要有耶稣的爱 来表现出来 而这份爱呢 不是普通的爱 不是自身拥有的 这份爱是有根 有记得的 信心和爱心呢 是我们经历基督的条件 认识基督是要靠信心 享受基督呢 一定要用爱心 信心能使我们能够相信 基督永远住在我们心里面 这是一个事实 不是一句口号 缺少信心的人 永远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的爱心没有根基 我们没有根基的爱是靠不住的 有根基的爱就是 受得起考验的爱 爱心不如不受过考验呢 就不能知道是真是假 只是理论而已 不是一个事实 在约翰福音 今天早上我再重新看过我的讲讲 特别上帝给我一个经文 如果你有能够打开的话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约翰一书这里没有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他这样讲 爱你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了 因为惧怕你含着刑法 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 英文说 perfect love cast out all fear 今天你有害怕吗 因为你的爱没有完全 当你有爱完全的时候 你有完全爱主的时候 你的爱从神那里来的时候 你没有冲击可以好怕 你是不是还有恐怕害怕的事情吗 惧怕的事情吗 你需要的是基督的爱 而且啊 所以如果要让你看到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爱心 有没有经过考验呢 有根有吉啊 跟而吉啊 是一个很深度的东西啊 根在哪里 根在地底下的 是看不到的 根是在生产栅里面最深最深的地方 根越深 那个植物 那个树木就越抢转 所以呢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吉啊 根基 根基 根是最深的地方 地基 我们建筑物要建的最高 地基要打的最深 也是很有深度的东西 也是最主要的东西 在教会的见证上 我们不可以只有肤浅的爱 你爱我我爱你你跟我好我跟你好 叫我肤浅的爱 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爱是来自主呢 只有让耶稣永久地居安居在你的心里面 才有可靠有深度的爱 让耶稣 都留在你心里面的时候 你才能散发出自主的爱 然后呢 若不是因为他 我们实在有什么法 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 你生命中一定有的 一些人你认为不可爱的 但是你认为要求有些是爱他 因为你有自主的爱 他才发现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能以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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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明白啊 原本意思就是 捉住获得领会的意思 就是说是说心上的一种了解 还有用心去捉住一件事情 就是用心去捉住耶稣的爱 何等高深残破 在心里上呢 坚固地把握一件事情的意思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 何等的残破高深 何等的残破高深就是 我们能够爱一个人呢 爱一个弟兄 一个姐妹 或任何一个人 爱到一个不能再爱到一个弟兄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了解 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 何等的好大 如果你今天说 哎呦我不能爱他 我不能炎恶他 我不能饶死他 你还不懂耶稣的爱 是何等的残破 当你能够去爱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说主啊我死来得了 我不能再爱他了 我已经爱到一个程度 我喊我投降了 你才开始 原来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什么 基督的爱对我们 甚至是定在世界上 留下他的宝血 我想这样 耶稣的宝血说 如果天父说 我的宝贝儿子 我的耶稣啊 我流血流那么多 留两亿就好了 我留剩下一点点 不要留太多 免得很伤害 天父没有怎样 天父让他儿子 留他的宝酒 连最后一币 也留了给我们 这就是基督的爱 然后呢 不但我们 要和众生徒一同的聚会 也必须一同明白 没有身体的生活 就是基督身体的生活 就不能明白 不来 也就是明白 也是有缺陷的 离群独处的基督徒啊 了解基督的爱是有障碍的 就是不希望跟人家有相处 不希望跟人家在一起 不希望来聚会 不喜欢来参加跟兄弟妹 一起联合的人啊 他对基督的爱是有障碍的 不要把明白基督的爱 视为一个个人独有的经历 如果你怎样知道基督的爱 是从你身上散发基督的爱 那你怎样散发基督的爱 不是一个人躲在家里 在你房间倒到就能享受到基督的爱 不可能的 你必须要走出来 你必须让人家去感 从你身上感受到那份基督的爱 所以呢 然后呢 你就能够 神就能 这爱能够超过个人所称呼的 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你们 什么叫做神一切所充满的呢 神一切所充满的 也就是说 神所有的能量 神所有的力量 神所有的属性和 总共加起来 他的力量 能量 属性的总和叫做 神所有的 神所充满的 看到没有 当你能够让基督的爱 在你里面产生的时候呢 神就能把他 所有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你 难怪很多基督他过的生活是很败外的 他过的他的生活是很失败的 常常会陷入很多问题 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不断不断的问题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 必须让耶稣 记住 住在你心里面 第二 你必须要懂得让耶稣的爱 从你身上 散发出来 第三 你才能看到 这个圣神所 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 然后呢 最后 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 你想不想 上帝听你的祷告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说 上帝我求一个 我求一个Nike的鞋 他结果得到两双 就是像超过 意思是超过所求所想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 他祷告的时候呢 上帝听他是超过所求所想的 但是很多人啊 念想都不想 念求都不求 怎会超过所求所想呢 关键很多时候 你没有常常想 没有常常想 也没有常常求 你怎么会得到超过所求 所想的那东西也没有 我们必须先要有所想 有所求 然后才会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事给我们 若我们根本无所求无所想 神无法为我们成就什么 难关键 牧师啊为什么搞到那么久 没有事情 你有超过所求的事 不要紧啊 有没有就没有了 不要紧了 一天或一天 难倒难关啊 圣经讲 这个是应许的 我希望你把这个经文背起来 这个每一次遇到很大的灾难 所以说 神你必照着运行在我心里面的大力 匆匆处处 成就一切 超过我所求所想的 这是应许的 上帝 我遇到我们的问题 这是你讲的 你在我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 匆匆足足处 成就一切 超过我所求所想的 我不会背中文的 我会背英文的 以前我在英文教会了 Now God is able to do as lindy abandoning above that we ask of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我会背的 我可以从小去背成经文 每次我遇到这个经文 我遇到任何难题 我就告诉上帝 上帝 上帝 Your promise say 你的定习说 You are able to do as lindy abandoning above that we ask of things according to your riches as you call it 然后每一关 关关难过 关关 现在神是有机会 现在神是有机会 英文很 有意思 不是过去怎么样 未来怎么样,最主要是现在,Now God is the Son to do exceedingly,abundant the above with us of saints,根据祂荣耀的福祉。 我们在主里面,不光只是要有所求所想,而所求的不只是环境的横头, 所想的不只是世界的福乐,乃是属灵的成就和工作的推动。 这样,神就照着我们里面所运行的能力,要为我们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行。 所以今天,各位妹妹,你可以来到生命前,你不用带着害怕,不用为你的未来而害怕,不用为你的生命而害怕, 不要为一些你觉得一直不能胜过的那些恐惧, 黑暗啊,蟑螂啊,老鼠啊,行团啊,壁虎啊,种种的,和爱怕。 因为你可以谈谈无趣的,你当遇到蟑螂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死掉。 你遇到老鼠,碰耶稣的名。 我告诉你,我给你讲见证,其实,我从小就很害怕一个人,我很怕黑暗。 我是一个很怕暗的人,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长大,从小就很小,很小,我记得懂事了三十岁, 我家里的人几乎每天都讲鬼啊,讲神啊,这些东西啊,鬼怪的东西啊。 我从小就被那些鬼啊,怪的东西害怕的。 这是病人的人知道的。 我很怕黑暗。 我不用很多年,克服我也是很害怕。 我睡觉的时候要开灯睡觉,不能关灯,因为我怕。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 我用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克服这些东西。 我一直宣告上帝里有的空灾。 你看现在我去到那里,我一个人,我有时候一个人在教会阵,间教会有一个人睡, 一个人住,灯都关到王都OK。 我经历了很多,我告诉你,你可以克服。 我在讲这个讲讲的时候,我在想,我有什么东西害,我有什么东西怕的。 我想了想起,我几乎什么东西都怪,我曾经是怕黑暗的。 但是今天爱这神,我已经克服了。 因为我知道,我去到那里,最怕的是上帝没有一位同在。 如果上帝有我们同在,活有什么好怕。 阿们。 所以你今天有问题吗?有害怕,有惧怕的问题吗? 你应该来到上帝面前,祈求求神,让你得胜。 阿们,阿们一起来。